一集作为寒流约团少数能做到开卖率近乎100%的女团 最终还是成为了自家新人女团的试验团 可以说一集的存在让所有以舞蹈难为借口 来洗白自家爱豆开卖率低的粉丝闭嘴 一集用实际行动证明 近舞团只是付出汗水也能做到高开卖率 可惜这样的女团却步了寒书的后尘 为什么GYP在TWICE获得成功之后 果断推出了全航班的一集 毕竟TWICE证明海外成员很有作用 但是随着GYP新人女团的公开 小编就全都明白了 因为NMAX是全航班 显然一集的存在 就是公司为了试探全航班女团在寒流市场的前景 一集用成绩证明这条路可行 这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一集在爱斯文解散之后要突然转型了 因为他们要是不转型 就要登顶五代TOP女团了 当时一集只需要交出一个最普通的回归作品 就能完成登顶 可惜GYP非要让他们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转型 如今看来 这是GYP为了给自己的新女团NMAX留空间啊 可能会有人无法理解 为什么GYP要利用一集 试探全航班的前景 这一方面是因为仿旦少年团的成功 证明全航班可行 玩全航班女团 而一集就是那个牺牲品 他们给室妹团NMAX开拓了道路 证明这条路可行 但结果就是让一集这个和寒树团一样 有实力又颜值的女团被埋没了 真的很让人一难评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爱到寒舍 每日结束我最起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